你好 欢迎收看今夜说新闻 灯光的发明让我们人类克服了对黑暗的恐惧 但是过多的照明也是有问题的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就是光害 在我们城市当中 不管是建筑物也好 或者是灯光也好 太多其实对我们生活已经造成影响了 节目们首先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包括的内容是台湾的光害危机 每到夜晚在台南市的知名神农街 光芒的吸引力让游客们流连忘返 但短短百公尺 假设的灯具多到数不清 家家户户的门口也几乎灯火通明到天明 没有一户人家能逃过光的干扰 这样的环境可能会带来健康上的隐忧 基本上如果说我们的晚上用的光线的强度 就跟户外光线可以达到说 可能是2500路克斯以上 这大概就一定会导致你的生理时钟的变化 你可能入睡就会变困难 这种生理时钟的混乱 本身会导致我们某些癌症的出现会比较多 特别是乳癌方面 生理时钟混乱之后 也容易有这些血压 心脏病 然后说明减低 甚至肥胖的机会 可能都会比一般正常般的人可能会多 台湾高密度的灯光 不只影响到人们的健康 也让黑夜交客 萤火虫 面临到生存危机 台湾式萤火虫 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还有更多无言的动植物 面对手当其冲的光害 根本毫无招架之力 今天就让我们节目里 一起来探讨光害的危机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美美的灯光或是亮丽的建筑 对我们生活也会有影响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 成功大学建筑系的教授 林宪德 林老师 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老师我们现在这个 现代的这个文明 衍生出这种光害这种现象 白天有白天的光害 夜晚也有夜晚的光污染 可不可以请老师 跟我们简单说明 好的 现在我们所谓光害 白天大概有两种 一种大概是从建筑的玻璃 光光 就是现在有很多纹目玻璃 然后它是涂金属膜 产生光光 第二种是墙面 墙面非常的白 那产生反光 让在室内没有办法安静的生活 这是白天 那晚上呢 我们就是人照光 人照光大概有三种 一种就是炫光 就是墙光直接照射到你的眼睛 这个叫做炫光 第二种叫做光清扰 就是不喜欢的光线 照到你的眼睛 或照到你家 尤其是路灯 或是临旁的广告灯 照射到家庭里面 造成困扰 这个叫做光清扰 第三种叫做天空的灰光 所谓天空灰光就是 现在人类的灯光 像广告照到大楼上 或是路灯太亮 那让天空看起来 即使是晚上 也看起来亮亮的 是 您刚刚谈到这个光清扰 就是说它影响到我的生活 它让我有不舒服的感觉了 那事实上不只是不舒服 现在好像根据这个 这个一般现象可以看得到 其实过多的光照 对人体的健康是有伤害的是吗 伤害非常的大 只是我们没有察觉 一般我们健康的人 不是很察觉 但是有些比较敏感的人 他产生的障碍有很多 第一个焦虑 焦虑他会不安定 然后再来就是失眠 然后甚至会产生偏头痛 那这种现象 一般人不晓得 在英国就有上百万的偏头痛 在美国就有七百万的偏头痛的人 那更严重的会产生致癌 就是产生癌症 那为什么会产生致癌的现象 就是因为我们 各位大概清楚 我们会产生退黑激素 我们会昏迷退黑激素 就会想睡觉 对 不是 退黑激素是一种抗癌 黄脂老化的激素 那每一个人都有 但是他在晚上 複蜜特别多 那如果我们晚上不睡觉 或是晚上灯火通明的话 我们这个退黑激素的 複蜜就会减少 那我们退黑激素 通常是晚上 尤其到两三点的时候 複蜜是白天的七倍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亮光中睡觉 或是夜生活 不睡觉的人 他退黑激素就分泌的少 因此他就会寿命减短 会致癌 大概是这样 所以晚上不睡觉 不只是伤肝而已 对 还会致癌 老师那你看 像您刚刚讲这个 会造成偏头痛 说不定很多人 他很多年偏头痛 是因为光的关系 可是他自己也不知道 然后看了很多课 搞不好觉得 他自己可能心里 哪边方面有问题 还是压力什么 搞不好还会看错课 或是吃了很多 不该吃的药 所以这个光害的事情 连医学都是新的东西 有一个人 有一个报导 就是他家里 前面装了一个霓虹灯 闪光灯 结果那一天起 他就跟家里情绪不好 闹脾气 上班也不好 所以也被割职了 所以有很多 很多是因为这个引起的 但是大家不晓得 那这样其实这是一个 很大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一般 我不可能跑去看医生 跟医生讲说 我是因为 我怀疑我是因为光照多了 所以我最近情绪起变化 这个这样检验得出来吗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那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人体 承受这光的这个亮度 或者是时间 有没有一个标准 有啦 像那个照度 我们阅读的照度 健康的情况是有标准 那睡觉的时候 照在你家的窗上的 那个亮度 也是有标准的 国际照明学会有一个标准 就是夜间的窗 深夜不能超出 两个Lux 勒克斯 那大概是什么感觉 我来说明一下 大概是这样 一般我们最舒服晚上睡觉的 就是 都不要开灯 在夜空 月光下面的照度 差不多0.3个Lux 那睡觉是最舒服的 会睡得很安稳 但是超出两个Lux 你就会开始不安 睡觉不安 如果跟月光相比的话 那比月亮的光度再大 大快十倍 六倍 那如果到达 三四十个Lux 你就会 开始睡觉 睡不着了吧 睡不着 你就会把手拿起来 遮眼睛 就会 所以焦虑就是这样子 没有办法睡觉 老师 那一般家里面 喜欢在这个床头前面 开一个那个小夜灯 有超过吗 应该超过 超过啊 所以是不应该开床头 不应该有一个什么 小夜灯来睡觉的 小夜灯通常是为了安全 半夜起床 对 小夜灯照地下可以 所以小夜灯通常在床柜下面 所以放的地方 是是是 所以在我们睡觉的高度以上 最好不要有灯 是的 老师那您刚刚谈到说 比如说这个光太强 我们可能不自觉的本能反应 就是我去遮 其实我看下医院 急诊室啊 或甚至一些什么婴儿房啊 对 它是没有关灯的耶 这样子 所以 对那个病情不会很加重吗 它没办法活得好好休息 我觉得这个是医疗 当务要检讨的地方 尤其我常常看到很多 病床上面日光灯啊 是啊 所以病医院的那个照明 应该是用反射啦 用那个间接照明 是从旁边 不能看到灯管 不能看到灯具的设计才对的啦 那我们现在有些医院的设计 坦白讲 医生也要受教育 我好像也没看过医院是 日光灯管以外的耶 在台湾现在有这样的医院啦 你去看那个牙医师 牙医师灯照着你的眼睛 它是用反射的 是用一个灯 像牙医师的灯 就是不是让你直接看到灯泡 对 那现在有一种灯 也是你看不到灯泡 但是会一片幻光的那一种照明 照道理讲 医院是要这样子的 亮度够 然后但是柔和 对 就不能看到灯具 我们等一下会讲 就是好的照明 是应该什么样的条件 好的照明是看到光 但是不看到灯 老师那我看我们 有时候我们家里面的室内建筑 我们会在墙里面弄一个那种灯 可是那种灯不是很费电吗 是没错 那个叫做成板灯啦 成板灯也是一种防止光害的做法 不过就是您讲的 它是很耗电 很耗电 而不是方便病人休息 所以这个的确是 这个观念以后还可以是慢慢推展 还是有空间的 对对对 推展到空间 好 老师谈完这个光对我们人体的影响之后 我们现在谈一下 这个地球上不是只有我们人类吗 对 可是我们人类 这个光害也是我们人类造成的影响到的 就是很多的生物 甚至于植物嘛 动植物都受到影响 可不可以跟我们举一下例子 光害除了对人以外 对动物植物的影响当然非常的多 最明显的是农作物 很多路灯旁边的稻作 稻不结穗 花不结果 跟灯有关系 对 在路灯旁边的农作物收成就会减低 植物会不开发 会不结果 会枯萎的快 那生物的危害也是无所不在的 青蛙在光害之下 它不叫 没有办法求偶 萤火虫它灯 它那个闪光不亮 所以影响到它们繁殖生存 那很多动物 夜行的动物 渐渐都因为光害而消失 像那个云暴 暴雷的 它没有办法 夜间光亮的地方没有办法 所以它的生活圈就越来越小 还有像最简单的 海边的绿溪龟 以前乌龟是上岸残暖的 那因为现在岸边都很亮 它没有办法上岸 没有办法残暖 所以很多生物都受到光害而消失 它不上岸是因为害怕光的感觉吗 还是它觉得本能不安全还是怎么样 害怕光的感觉没错 那还有一个 小绿溪龟好像因为这样子也回不去嘛 是不是 那个即使上岸残暖 它在海湾残暖 这个绿溪龟 小乌龟 孵化出来以后 通常这个乌龟是 看着 过去是游向海边的 看到海里的光光而游向海边的 现在孵出来的乌龟是看不到海边的 它是看到岸上的路灯 岸上比较亮 看到7-11的灯往上爬 然后被 就叫道路上被黏死了 被车压死了 老师 您刚刚讲这个夜行性动物 好比说像这个绿溪龟好了 如果我们让它在一个黑暗的地方 可是我们 它附近的城市的强大的反光 反射到天上 对它来讲依然不行是吗 这个我就不清楚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但是城市的光 夜行迁移鸟类 会受影响 它会被吸引过去吗 很多夜行鸟类的迁徙 它是看着星座而移动的 鸟看星座 对 看星座而移动的 但是现在尤其是都市里面 尤其是在湖边河边的高楼大厦 鸟类常常在都市里面迷失了 因为都是灯光通灯火通明 到处都是北极星 它不晓得 它是向光星 它不是 它是看星星 星星导航 但是 灯光来混乱 灯光混乱 常常像旧金山 像多伦多 它是越行鸟类 迁徙重要的路径 那常常在大楼上面盘旋 盘旋到天亮 然后累死 撞墙而死 所以因为这样 在芝加哥就有一个环保团体 叫做奥杜邦团体 它就发起晚上把大楼 让一条路吧 对 晚上尤其是环子季节 请大楼把灯关掉 他们标榜这个叫做 对鸟友善的城市 我们这边一直在 要做城市光亮 他们那边是要把灯关掉 但是有很多的 大楼的业主都配合 就把它关掉 要么就把窗户的窗帘拉上 把日光灯关掉 用台灯 这个非常感动 还蛮值得借进的做法 就像我们那个时候要 让那个子班铁 可以顺利的窃息 我们在高速公路旁边 架网子 他们可以高飞飞过去 不要被车撞 对 所以其实也是 也是有友善的做法 有有有 好 总而言之 因为这毕竟是我们造成的 大家要人类做一点点事情 也是应该的 弥补 好的 这关害对我们的生活 会造成哪一些困扰呢 我们来看以下这则报道 烟幕低垂 台北城瞬间变装成炫彩夺目的夜世界 五光十色几乎让人目不暇击 随着灯光科技的发展 闪烁 七彩各式变化的灯饰 满足人们的视觉感官 但这样的灯光文明却夺走了属于黑夜的宁静之美 我们的照明就像Las Vegas 像堵城一样 我们的桥梁装LED灯 只有看到灯没有看到建筑物 也没有看到美感的桥构造 这种照明我形容它像槟榔西施滩一样 我们现在到处充满了这个照明的暴力 暴力照明的光害 原本并不是灯发明的美意 因为灯让光明走入每个人的家 也点燃20世纪的夜空 灯光带来的经济发展与文明功不可没 但过多照明照亮了夜空 却也让满天星空消失在你我眼前 天空会观就是光线照在天空 让天空太亮 这个会造成昆虫还有鸟类的干扰 还有一种它会造成天太亮 而让你没有办法看到星星 云建筑的统计 我们街上的路灯在都市里面 所需要的路面照度 我们是超出两倍的 换言之两根路灯有一根是多余的 谁可载舟亦能复舟 白天黑夜的光与暗 造就了地球的生态平衡 如今人们过度照亮世界 卫星空照下的夜空 被密密麻麻的红点所覆盖 正说明了光害的肆虐程度 而光害又对我们的生活 造成哪些影响呢 老师看到我们现在都市里面 都是玻璃帷幕大楼 看起来就是非常光鲜亮丽 但是现在发现它对我们 会造成安全上的危害是吗 玻璃帷幕对人的危害 在光上面的光害 是因为玻璃帷幕通常会涂上一层反射膜 金属膜 所以它会强烈反光 那反光是这样 第一个造成灵簧的困扰 灵簧白天就是反射阳光到它的室内 第二个会造成交通安全的危机 很多教室朋友因为它反光而产生车祸 看不清楚对面的车控 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交通事故 是因为光害引起的 但是不只是夜间的强烈灯光 或是玻璃反光 但是因为没有证据 他们也不是很清楚 我相信有些是这样造成的 那现在我们的内政部营建署 有一个黄组光害 就是玻璃帷幕的 就是它规定可见光的反射率 不要超出0.25这个规定 像这种 还是有一点规范 针对这个反射率 有做一点基本的规范 老师那晚上灯光的那个 晚上的招牌 就像您讲路边的灯如果太亮 也是会造成一些困扰 那个困扰非常的大 路灯也好广告也好 造成很大的伤害 那个我们研究室曾经去调查 那个巷道 巷道一盏路灯 一盏路灯直接照到路灯前面的两户 三户人家 路灯后面的三户人家 根据国际照明标准 我们的窗户 深夜不能超出两个Lux 但是我们测量出来都是超量很多三四倍以上 结论就是这样 我们在台湾都市里面向到不管哪里 受到光伤害的有一半的家庭 我们测量的结果 那像广告招牌也是一样 广告招牌 因为我们装灯箱 上面一个左右两个 通常我们的测量结果是 只要这个灯箱装两个以上 就超出标准 超出应该是十个Lux的标准 商业区 我现在讲的商业区跟住宅区不一样 再来更严重的就是LED灯 现在LED灯亮度很亮 我报告一下这个LED灯 我们曾经做过实验 我们找一群三十几个人 一个一个去做实验 做LED灯的实验 他们认为那广告可以接受 而不会感到不舒服的亮度 是200个烛光 200个烛光 每平安米200个烛光 但是我们在市面上看到都是800以上 超亮四倍 还有电视墙 我们在街上看电视墙 甚至3000个烛光 也就是超亮 超亮好几十倍以上 算不清楚 而且因为它要让你连白天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它真的是要非常大的亮度 对 所以这个广告招牌 尤其LED灯 各位在高速公路上 现在更严重的是 高速公路的那个 旁边那种Tbar 已经有LED灯出现了 那开车一过去的时候 瞬间的失明 会这样子啊 瞬间失明就是强光照到你的眼睛 你的为了顺应这个 你的瞳孔会缩小 缩小一下 所以过了以后 你会瞬间失明 所以很容易发生车祸 很危险耶 尤其是高速行驶 对 老师那我们现在在城市设计当中 有没有考虑到要把这个减少光污染来纳入呢 如果无法可管 那城市设计有没有法可以管 法是另外一个问题 有一些指导原则可以减缓的 是 城市设计譬如说路灯 我觉得我们的交通局 或是县市政府本身要有足够的知识 就把这个 第一个我们的路灯太多 超亮 对啊 设计的非常的密集 那根据营建署的统计 我们安全的照明 我们路灯是超亮一倍的 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路灯 两根可以拔掉一根 那再来路灯的形状不是很对 我们路灯 我们常常喜欢用那个灯泡 灯泡型 还有喜欢用往上照的反射的 就是看到灯泡很亮的 那个都是造成很严重的惯害 所以好的路灯就是要做那种 看不到灯泡的全造型的 外面有一个金属包起来 那个反而便宜 让它直接灯光从下面 对对对对 灯我们要照明就是照到你 改造的地方 对 路要亮不要照到人家 所以有种种方法 还有路灯还有一个 路灯的颜色 那个影响很大 还有颜色 我报告一下 通常黄色的灯光 我们会觉得安定而沉稳 那蓝光白光 我们会觉得很焦躁 所以像最明显的例子LED灯 那一种灯光 我觉得会让人家exciting 患罪力 都市患罪力提高 影响心理 所以有些国家像法国 它禁止 它就禁止那种 白光跟蓝光的路灯 那换言之路灯就是纳气灯 纳气灯它是偏黄光 效率又好 所以户外的话 我们如果讲路灯 纳气灯 建议纳气灯 效率又好 好的 照明带给我们便利的生活 但是光害的问题 也提醒了我们这些忽略的层面 总之我们希望我们善用灯光 不要滥用灯光 节目感谢成功大学 建筑系的林倩德林老师 也谢谢您的收看 再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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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